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節目主持人Anna,歡迎袁醫生,你好 Hi,你好,Anna 今天是平安夜,首先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如果想大家健康,當然是聽多些或認識多些自然療法的資料 很感謝袁醫生的分享 上次其實提及到醫療有這麼多問題 其實有很多盲點 上次其實提到大概有三個 其實都想再請教一下袁醫生 其實一般人都認為自然療法好就好了 有沒有副作用,或者吃的東西又健康 但是會不會真的擔心會拖慢了一個正確醫療的方法呢? 這種說法,很多時候你會看到一般西醫 是很多時候會這樣說的 是,自然醫療當然了,食物不會怎樣弄傷你的 做一下斷食應該都是好的 但問題就是這樣的 因為從這件事,而開始令到你沒有及時 接受所謂正確的醫療方法 結果可能是會耽誤病情 當然他們的言下之意 就認為真正正能夠醫病 都是他們那一套 所謂對抗性的醫療 所以他們就假設這是正確的醫療 好了,在這點情況之下 我只要希望大家了解 所謂現在的正確醫療 其實今時今日,在美國已經成為第一大殺手 那你說,嘩,是不是真的? 原來大概在2004年 好像2004年,好像最近 就有一篇文獻 是由三個PhD、兩個MD 就是五位作者 是在醫學文獻上 是搜集了所有的數據 就是因為醫療導致死亡的數據 那他的資料 全部是用同行鑑定過的醫學雜誌 叫Peer Review Journal 就是不是一般的 是真正正是高質素的醫學雜誌 那他怎樣呢? 就搜集了不同的數據 結果他們得出的結論 他說原來今時今日在美國 每年是死在最大的殺手下 就是最多人死 死在什麼呢? 就是死在我們所謂 原始所認識的流行的醫療 所以是對抗性醫療 那你知道每年死的人 大概會不會說過數十萬呢? 你看回那本書 很確實的數據 是七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六人 每年死在現時醫療的制度 即是一般西醫 已經是正確的醫療 那就是說呢? 其實今時今日呢? 正確醫療導致人死 是更多於人死在癌症 每個人死在癌症 大概五十五萬人左右 每年死在癌症 都多二十幾萬 多二十幾萬 死在另外的大殺手 就是那個心臟病 接著就是中風 這幾個是屬於最高的殺手 但是你猜都猜不到 他們加以很詳細分析之後 發現真正導致人死亡 最主要原因是 竟然呢 就是那個西醫所用的 正確的醫療方法 為什麼說正確醫療方法 他們不是說 因為配錯藥 或者開都開錯了 他不是說這件事 他是說正確確 在正確的醫療的步驟之下 就是說他開藥是沒有開錯的 只不過他本身的副作用 是會產生這些死亡的 也有些病人在醫院裡面 因為醫院裡面的營養是很差的 有機會你看一般醫院吃完的 真的沒有什麼營養的 化學的食物多的 很多人在醫院期間 就因為長期營養不良 是導致病情更加加重的 也有些病人在醫院裡面 是感染一些新的殺手的病 本來可能進去的病沒有什麼 但因為醫院一個很骯髒的環境 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 那些人在裡面住院期間 是感染了新的病 也有些人在住院期間 他出現那些我們叫做Bed Sore 即是皮膚灰爛了 導致他死亡 說真的來說 這些是全部在正確的處理之下的死亡原因 再給大家聽一個數據 783,936人 而在2001年 死在心臟病中風加起來 是699,697人 而同樣的癌症 是535,251人 所以你看到現在我們所謂正確的醫療 死亡的數字是更加多的 好了 大家有興趣想知道這個資料的來源 有本書叫《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其中一個作者是 Dr. Caroline Dean 這本書的作者 以前是我的同學 我們在80年代 我們在多倫多 一起讀書 讀同學療法的時候 她是我的同班裡的同學 我記得她是一個小小的 很害羞的女孩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寫了一本這樣的書 成為一個所謂Fighter 很心意識 原來她的經歷是這樣 她的書有以前提過 原來她在電台上 開始講關於健康、營養等 有一次她批評白糖 她說今時今日的人的健康問題 導致健康問題的主要兇手 是白糖很多 我吃過的白糖很多 很明顯她在公眾場所 在電視台說這件事 導致很多大工業的糖工業 很不滿 投訴她 在醫學會上投訴她 於是安大利桑的Metal Council 就開始審她 結果最後竟然想脫她的醫學牌照 她這個經歷之下 她可以這樣說 你迫得我太厲害 她就全面反擊 將這些資料 一直寫這類的書籍出來 所以這本書叫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最近有位台灣有位朋友 將它翻譯到 一位教授將它翻譯到中文 我希望盡快將它 將中文版出這本書 大家到時有機會去看看 除了這個之外 你知道我和周雪常也寫過不同的書 其中叫做《西醫危學健康》 這也是十多年前的 還有一本書 我也很多年前寫了 叫做《勇闖健康新境界》 翻譯書裡 有一本也很值得去大家看 叫做《無效的醫療 揭穿用藥與手術的迷思》 整本書是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可以說多一點內容嗎? 你看看這本書的這方面 你可以看看 你看到是什麼呢? 關於是 能不能夠真的 預防到或降低到 患乳癌的風險嗎? 西醫是嗎? 其中她揭施的迷思 很多人喜歡女性 會被鼓勵定期做《乳房》的《 mammography》 是,沒錯 是一個《X grade》 這個方法 他們差不多都認為 一種事件 希望從此可以減低 女性患乳癌的風險 即是嫁嫂發現的意思 還有一個就是《PEPS-ME》 子宮目頸檢查 其實很多人都做了 跟隨這個方法 跟隨這個建議 結果發現 我們乳癌的死亡率 和子宮頸癌 或者子宮癌的死亡率 是沒有因此做到這件事 而減低了 反而 她發現 做這些乳房的 X grade檢查 那個乳房 有沒有流種呢? 每做一次 你將乳癌的風險 增加1% 很厲害 即是看到這些 是無效的醫療 人經常做這些 結果練習 完全沒有什麼作用 還有呢? 這裏有提及 歐型腿 其實是否基型 需要開刀治療呢? 其實這個也能解釋 這種問題 其實開刀是無法解決的 例如 在外國 在加拿大 有一個 工作人員 這個資料 大概都差不多 八年代 早期七年代 很多人 腰背痛 結果去開刀 去搞脊椎盆關的問題 那 Wordman's Calm 做了一個很大型的研究 發現 開刀對醫治的腰背痛 是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什麼真正的療效 這也是很多人 其中一個迷思 我看到這裏也有提及到 如果是腰痛 照X光 會不會真的找到 痛的根源? 我告訴你 在脊骨神經科醫學院裏 當然我們的專長是 脊椎 腰背痛這方面 我記得當時的資料顯示 根本你不能跟X光 看得出那個病人 到底有沒有痛症 譬如我拿幾十份的X光片 給一些專家醫生去看 他們沒有辦法 由X光 看得出到底這個病人 有沒有腰背痛 其實脊椎退化的程度 和你有沒有腰背痛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關 沒有什麼直接 找不到出來 通常有些腰背痛 通常年紀輕 中年的時候 腰背痛的問題會比較多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種功能性的問題 不是結構的問題 反而年紀大的時候 雖然你的脊椎很多骨齒 退化得很厲害 反而到那時候 你反而腰背不痛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 照X光 去看得出 到底你的問題的根源在哪裏 但你知道現在很流行 有腰背痛 是不是也要照X光片 這也是一種 屬於無效的醫療的步驟 另外他也有提及到 頸動物的手術 是否真的可以預防 很有效地預防中風 很多時候人都是這樣的 他們說中風 當然中風有兩類 一類是一種 我們叫做閉塞性的中風 血液不去到的地方 另一種是流血性的中風 有些時候覺得 因為你的頸動物 那裏或者頸椎動物 那裏有很多血脂 很多膽固醇 塞住了 我們不如在上面 去通通它 做一些手術 將它砸開它 或者讓它搭條 他以為這個可以減低 堵塞性的中風 結果發現是沒有分別的 很早年曾經有個手術 有個醫生推揚 就是處理心臟的手術 亦是打開心臟 將它通通血管 然後就認為 做了之後 心臟病的機會減低了 結果有人做了研究 發現 你這樣打開心臟 你什麼都不做 效果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安慰 一個 placebo effect 但做了很多年之後 人們發現 手術和預防股 根本沒有什麼關係 只不過是心理的作用 所以他做過這方面 好像狗也是一樣的 狗做了一些 換腿骨 即使你不換 都一樣的效果 很多時候 因為這個手術的步驟 給病人一種心理的作用 以為這個手術做了之後 就好了一點 其實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其中這個是中風 做了這個之後 根本沒有什麼幫助 但現在也很多人會做這件事 我最近有個病人 他就是發現 他先天性 很多血管流 整個身體都很多 當然他這個問題 應該存在在身體 很多很多年 但出現很多症狀 譬如很多時候 突然之間會暈 你知道血管腫脹 血管可能壓力會減得很低 很多時候出現這些 突然之間暈的感覺 他來見我的時候 西醫就說 他建議他做一些血管 即維修一些血管 我解釋給你聽 其實這個手術是很危險的 雖然你現在有這些問題 但起碼你都 這個問題在你身上 已經存在很久了 很多十年了 你都是這樣過日子 我就叫他不要去做 但他又沒有聽我說 結果現在有一個植物人在 這些事情我聽得太多 但始終一般人 是蠻信西醫的手術 以為科技很棒 很多人就死在這裡 而且很多病人 那些父母親 一到中風之後 很多時候就進了醫院 在醫院之後 做很多不同的手術 幫他打通血管 打開腦 我告訴你 搞傷這些多數都是死的 所以我發現我自己的媽媽 有中風的時候 我就用痛的療法 讓他開始吃 當時他大概八十九歲 差不多兩個月就要做九十歲生日 有一次我爸爸打電話給我 早上說 你媽媽有這些問題 他跌到地上 他又不是很會說話 不是他能走 我一聽我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一問他 到底是哪邊呢 左邊、右邊呢 我爸爸說他好像是右邊 我心裡有數 這可能是中風的 我趕快就拿了兩個療劑 跟他療法的療劑 一是Arnica 一是Costica 即是處理這類的問題 我看到他之後 果然我媽媽說的 眼睛是瘋了 口是歪了 說話不清楚 我就立即給他吃痛的療劑 到第二天之後 他已經開始直 開始說話 清了 我從來都沒有進去醫院 當然我家人也有時候 要不要去醫院檢查 我記得在我的家族裡 有五、六個醫生在香港 全部都是專科醫生 有些在外國加起來 很多很多 我說沒什麼意思 始終沒什麼可以做的 老人家去這些情況 入醫院裡面 他們沒有什麼觀察 一個陌生的環境 對老人家更加壓力大 結果我媽媽一直都沒有入過醫院 用我自己的方法 一直這樣治療 到他生日那天 還自己走 自己開始走回去 很快 去吃飯的時候 起碼想買定的輪椅 或者需要 結果他完全可以走回 當然沒有以前的健步餘悲 也沒有 但他始終幾年之後 一直都可以走回 所以很多時候 不要經常以為 要進入醫院會好一點 很多時候 進入醫院會更危險 還有一個研究 就是講心臟病 很多人心臟病發 就進入醫院了 醫院通常救了他之後 就說 幸好你來得早 你遲兩步 你就受不了 很多時候 言下之意 就說 你救命 來得早 進入急症室救了你 原來在英國很多年前 也有一個研究 他發現 如果一個心臟病發的人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在家裡休息 以及趕血急症室 你的生存率是沒有分別的 真的這樣 沒錯 他們領功 幸好你來得早 當然他死了 就說他遲 他救得到 就說他來得早 其實根本研究發現 你什麼都不做 一級休息 五五波 大家五五波 五五波會死 五波不會死 你一級休息也是一樣 好 另外我看到這本書 《無效的醫療》 也有提及到 剛才袁醫生 你提及到心臟病 很多人擔心自己會有心臟病 很趕快地去做心肚管檢查 其實是否真的有效 這也是其中一個迷思 他是外國的研究發現 大部分的心肚管閉塞 除非你是三條都失了 一般來說 你是失了一兩條 你去做這些 通的那些 灌動物的手術 其實最終來說 長遠來說 是沒有什麼 真正的療效 因為很快會失了 當然 他因為有一種心腳痛 他做了之後 可能覺得心腳痛比較減 其實汪汪未必是因為手術 通常他做了手術之後 他做了很多薄別藥 抗心臟的藥 所以舒緩的心腳痛 就不是因為手術 只不過可能跟進那些藥物都可以 我記得有一篇文章 是一個心臟科的專家說的 根本大部分這些手術 根本沒有證實有效 你看到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因為前醫療沒有什麼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看看沒有什麼害的 但是會延誤你真正的有效醫療 其實最大的問題 我們成為以為有效醫療 其實大部分都是無效的 我上一次也有提及 在美國有一個整體來說 院時西醫能夠醫治的病 我想大概是五分之一的病的有效 通常屬於創傷性 斷骨 流血不治 這類的疾病 西醫的確是有貢獻的 但除此之外 大部分人的病 根本是沒有效的 還有一個問題 這本書叫做 《法命疾病的人》 你看看這句話說什麼 他說現代醫療產業 如何賣掉我們的健康 是不是真的醫生 即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醫療很多時候 因為有些藥在 但不知道怎麼用 它是製造了一些病 最簡單的情緒病 社交情緒 又是焦慮症 其實這些不是病 現在的趨勢 是很多時候 一般人的性格方面 或者普通情緒的差異 通常給它一個病名 即將它製造成一個病 現在最容易看到過度匯藥 那方面 何謂過度匯藥 是很難定的 現在很多小蚊子 活潑健康的小蚊子 都喜歡坐不定 我小時候 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坐不定的 因為健康的小蚊子 是喜歡中走西走的 現在在美國 很多小蚊子 就吃了這些過度匯藥的藥物 其實目的是 讓它容易控制 如果小蚊子走來走去 坐不定的 始終一個教師 控制得更難 所以寧願用藥 其實很多老人家都是 老人家有時的情緒 那些症狀 他都用藥藥藥藥去轉 很多時候 可以看到 這些病 根本是無中生有的 因為有藥傳染之後 就去製造 其中一個就是膽固醇 膽固醇 膽固醇 膽固醇是一個大的謎 一個大的片局 怎樣呢 我們這麼多年來 都經常教人 不要多吃膽固醇的食物 沒錯 因為膽固醇 就認為會導致你心臟病高 高危 會令到你血管閉塞 中風 但結果這麼多年來 有一個研究是25年 25年被人吃 降膽固醇藥 吃一輩子 吃一個長的時間 結果他沒有因為吃了膽固醇藥 降膽固醇被壓低了 但他的性命 是沒有因此而長命 他發現原來膽固醇 不是一個病因 只不過是病的結果 簡單來說 如果你的血管有破綻 或者有發炎 你身體就用膽固醇 企圖去維補 裂痕 這種油脂 其實因為你有一個問題 他會填補 不是因為他裡面塞了之後 導致你的問題出現 很多時候膽固醇 血管失膽固醇 通常是心臟病發之後才出現 反而之前沒有 很多時候 你心臟病發之後 有事了 他再去檢查 反而膽固醇聚積了 血管閉塞了 其實不是之前的 是之後的事 所以其中這個研究 一生吃膽固醇藥 結果性命沒有因此而長了 反而你的膽固醇被壓低了 但是膽固醇被壓低的人 他的自殺率也高了 醫外也高了 所以最終最終 整體來說 膽固醇是一個 沒有意思是大騙局 我身體需要膽固醇做很多事情 包括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是需要膽固醇的 而且你拿藥按了它 完全對這個健康沒有幫助 這就是其中我們發明的疾病 膽固醇高病 其實這個根本不是病 自己做出來的 自己做出來的 明白 你慢慢吃 現在你幾多人吃膽固醇 結果完全沒有幫助 另外一本書叫做 《若你生病》 英文叫做 Selling Signs 這些書很好 最近台灣這類書 翻譯了很多 《藥廠製造疾病的真相》 這本書大家有機會 可以去書店看看 可能找得回 醫生 另外很多人認為公立醫院 收費真的挺便宜的 一百元每次 有很多藥拿 其實會不會說 西醫其實都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又便宜又快 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要看西醫 因為保險公司給 你看回政府醫院 當然青一色 全部都是西醫的服務 相對來說 政府醫院收費很少 我們去住院 大概都是一百元每天 香港很有趣 我表弟曾經說 他也是醫管局裡面 其中一個很高級的行政人 他也是一個專科醫生 他跟我說 香港這個國家很有趣 例如外來的遊客 如果香港遇到醫療問題 他進入了醫院裡面 其實他們所收的費用 都是用本地的費用 很便宜 不是當外地的 不是當外地的 要這樣優惠他們 是很優惠的 好了 你可以看到 實在我們醫院裡面 所用的那個費用 病人所需要付出的費用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 但問題就是這樣 你在西醫院裡面 政府醫院裡面看 那個費用 只不過是納稅人幫你付 本質不是便宜的 如果是本質便宜 我們不需要那麼頭痛 每天要財政的財政問題 不斷地增加 很大壓力 你知道香港現在的門診嗎 當時的蕭慶倫教授 在哈佛經濟學者 他最後的報告 他說要處理 要解決 香港20年來的 長養醫療用資方案 他估計 未來16年 香港公營醫療開支 會欠款多到高達260億 醫療費用要大大加幅 當時的一天六十八元 一天的住院費 應該加到一千一百五十元 即是說 一千一百五十元 不是真的足夠的 只不過 如果你不是這樣加 他根本的財赤會很嚴重 你看到由六十元一日 現在大概一百元一日 加到要十倍 十幾倍以上 好了 門診四十四元 要加到四百四十元 即要加十倍 即是說 我們要應付現在的醫療開支 即納稅已經付很多錢 我們費用要加十倍 才可以避免嚴重的財赤出現 當然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香港的私家醫院 看看 聖保禄醫院 或者去劉仰和去看看 這就是真正的價錢 反映到出來 真正的價錢 所以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他用了醫療費用 用了七位數字 哇 還死得很慘 過百萬? 兩隻腳都割了 接著又洗腎 不是過百萬 過千萬 七位數字 這就是真正的費用 這個朋友說 我真的要告醫生 我說你不用告了 你走到他那裡 他一定要這些方法 他用的方法 全部都是正確的方法 這個就是真正的價錢 很多人都經常誤解 誤解以為 西醫比較便宜 保險公司比較 保險公司比 保險公司比不少 如果保險公司都出了 看自然醫療 那自然醫療 自然醫療是何次會便宜呢 那麼其實真正的價錢 你自己去看私家醫院 自己去銀河包 你真正看見價錢是多少 香港的每年醫療 開始是不斷增加 想盡辦法去處理 最近有一個方案 就是鼓励一些人去买私家的医疗保险 但是你知道 我上次也提过 医疗保险是一个市管的生意 所以它不是强行用不同的手法 强行按下开支 它根本是不会赚到钱的 所以根本不会有公司 是乐意做这类的保险 除非它有很多框框 以前有些病已经存在的不保 或者很多病保了很短的时间 你想想 如果政府这么多钱都破产 难道私家保险公司会不会有例外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政府企图 将医疗的开支分担 你自己付得起就自己买私人保险 其实目的是这样 但最终你知道 像美国的例子 美国是存在无私人保险 我有一位同学 有一次他和大家聊起来 他在美国和他两夫妻 他太太要做电脑 他是做男护士 他跟我说 他们两个不可以不上班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如果他们不上班 他们的医疗保险要自己付 我说要多少钱 他每个月大概是一千二百多元 很贵 美金很贵 我明白 我想是 医疗保险 一般家庭里面 都有很大的比例 他不可以不做事 因为不做事 他自己的医疗保险 有这么大的不明 好了 大家要了解一下 真真正正的价钱 这并不是我们表面看得到的 另外一本书 就叫做 《别让医院杀了你》 《Critical Condition》 《揭开医疗体系的共反结构》 这本书也是一个翻译的书籍 香港应该都卖得到 因为这些书我全都是香港 一般书店卖得到的 这个叫做《别让医院杀了你》 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 其实袁医生 假如《自然疗法》是这么好 为什么没有被政府认同 以及这么少人听到《自然疗法》 这一回事 我们一般人很天真 当然我们一般人的小孩 都是荷里活那些 迪士尼连那些世界长大的 温室长大的 一般人都会想 《自然疗法》这么好 不可能没什么人认识的 就是想着好的东西 迟早就会被人处用 为什么会搞这么久 都没有听过 我一会儿说过 我用同外疗法 同外疗法 我听过也没听过 我解释给大家 同外疗法是全世界第三大医疗 有二百三十年历史 有七十五个国家 有同外疗法医生 接注册的医生 有五亿人用的 他从床都没听过 大家都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 好的东西不可能 一定会被人拿出来用的 为什么没有人听过 其实问题 不是好的东西有人推药 是赚钱的东西有人推药 大家听过电台节目的人都看到 我们人类很多问题 我们已经有了解决方法 我们能源的资源的问题 我们根本是有了解决方法 我们根本有人可以用水来行车 根本需要什么电油 需要什么这些问题 所以逢妻这些有效的 令到人赚不到钱的方法 一定会被人打压下来的 免费能源已经出现了 Tesla在近一百年前 一几年已经有办法 从地球的地心里吸取能源 是免费可以放射出去的 他当时是J.P.Morgan 是支持这个研究的 J.P.Morgan 当然他也是一个大的工业家 J.P.Morgan 当时想到一件事 这件事是这样 但我怎么收钱呢 他想到收不到钱 知道吗 是一个自然的能源 是一个自然的能源 是一个又不用电线 又不用电纜 总之可以无限写出去的 那J.P.Morgan 做生意计计调数 他说不行 还有免费能源 对他的公司 是一个经济上的大损失 因此他将Tesla的研究室 毁灭了他 所以我告诉你 其实在医疗方面 我们是一式一样的 我们根本是有了 有效的医疗方法 例如癌症来说 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人 好像是华叔那些 很多 我觉得真的有一个很悲 因为经常有这么大的党 原来完全不认识这方面的真面目 华叔一定走那条路 一定是不行的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资料 其中有一个就是U.C. Berkeley 一位生物物理教学 Biophysics professor 他叫做Harding Jones 他每年都是美国癌症机构的主港嘉宾 美国癌症社会 每年都去他的例会 是主港嘉宾的主港嘉宾 比较一些癌症病人 他说什么都不做 那些癌症病人 他的存活率 可以高达四倍或以上 可以长达四倍 可以长达四倍 很明显 这位每年的主港嘉宾 说了这些事之后 第二件就没有再聘用 不会是每年 没错了 之后你可以看到 我们根本是有些答案的了 那这些答案 如果令到药厂赚不到钱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采用了 所以不是说好的东西 有人采用 是根本是赚钱的东西 那什么能令到赚钱呢 如果你有一种病 他医你不好的 你一生都要继续医 但你会不会结束的 即是不会有缘结一日的 那这种医疗方法就是最赚钱 那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今时今日 文明人百分之八十的病 都是医不好的 但就要继续可以用药压 依赖药物 做很多很多东西 癌症也是 癌症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每年在美国有100万人 是靠医癌症滚食 那以我一种方法是出现了之后 是癌症很快医得好 那一百万人起码失业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或者我们转过头 再请教袁医生 关于第七个迷思 是关于什么 多谢你袁医生 我们稍后见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为什么一直廣泛被用 是否有些人背后 会受惠 其实这种想法 以及刚才所说的 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不过是另一面 自然医生那么好 为什么没有人说呢 失业那么差 为什么经常被人用呢 当然一定会受惠 一定会有人受惠 其实这些资料不太多 其中一本书 英文叫做 没有破产 没有破产 很明显 没有破产 很明显 就是头五百名 那些 一般工业的利润 是不太高的 可能是3% 4% 整体来说 但利用最高的 就是药厂 药厂的利润 差不多是17% 远高的人是几倍的 其他的工业 其他行业 几倍的 第二高呢 叫做Commercial Banking 12% 12% 很明显 为什么药厂会这么大势力呢 因为他钱多 利润高 他可以从此 从而控制我们整个社会 知道始终我们是以经济为主导的 很多的传媒 都是靠很多药厂的广告 很多的雜誌 都是靠他的广告 就是你有钱 中国人所说 有钱可以使得鬼推网 是吧 在这种利益之下 和他们的金钱的势力之下 其实他主导了整个医疗的制度 早期在医疗方面 医学院 早期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医学院 我们叫做Aclectic 就是草药的医疗 同类疗法 有不同的混合医疗 但是到最后 因为有一个 美国的卡尼吉·麦伦 和洛克菲娜 成立一个机构 第一 他先衡量一下美国医学院的水准 从而他说 以慈善的姿态 来订阅 他认为这家医学院好 他就会资助他们 当时有个叫Flexner Report Abram Flexner Abram Flexner 是一个教育家 不是一个研究者 他就委任了这个人 去全美国医学院 去看所有医学院 结果他发现到 那个医学院 如果是教很多其他医疗医学院 比如教同学疗法医学院 他就不会分析 不会资助他们 只是用西药医院 他就大量资助 很简单 因为洛克菲辣 亦拥有standard oil 背后有很多药厂 所以他当然推荐一种方法 是用他自己公司的产品 虽然洛克菲辣 他一生用同学疗法医学院 很可惜 他自己是一个受惠者 但在他的慈善方面 其实他不是用慈善 他用这些慈善手法 其实是帮补自己做生意 他只资助一些 用西药医学院 而其他的就越来越减少 他会委托他们 他们那些人是想进入校董会 慢慢地影响学校的内容 最后就将自然医疗的课程 慢慢地批走了 你看回早期的Murks index Murks index是一个医疗的手册 一个天书来的 你看回早年那些 有很多医疗方法 包括自然医疗的方法 水疗、食疗、草药疗 但到最后那些版本 越来越是完全没有这些资料 所教的全部是西药医学厂的资料 所以其实是一个金钱作怪 他已经部署了很久 Abron Fregster 就说这些学校不够水准 这些学校不够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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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同学疗化医学院 目前我认识的 波士顿大学 美资金大学 NR那间 三藩市医学院 还有哈尼曼 还有奥哈尼曼 现在目前还存在 那五间西医医学院 其实前身是同一个疗化医学院 他们教同一个疗化医学院 因为大财团 一个是靠自己私家医院 私家医学院 来收学费 很快就被人淘汰了 垄断了 你看到背后的情况 就是 为什么现在医生 完全不懂自然医疗工具 因为前科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 他为什么这么差的东西 为什么被推荣 就是因为 主要来说 他是全世界利用最高的工业 药厂是利用最高的工业 药厂是控制我们医学院的 你看到现在很多时候 医学院的教授 都是被药厂资助他去外国 去学东西 当然他资助他学的是 药厂的资料 很多大学教授 在香港也有很多这些药厂的饭局 通常他去瑞典 请大学教授 或者拿威 请大学教授来香港教 说什么呢 是比较新的西药 怎样好过旧的西药 其实说来说这些东西 变成大学教授 都是受这些贵路的形式 帮助他洗脑 当然 教授只要懂这些东西 教授的学生只要懂这些东西 教授的学生只要懂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看 这个主要是一个 药厂是全世界利用最高的工业 所以它是被推药的 因为钱是最多的 袁医生 其实我们经常说 预防性于治疗 其实自然疗法 或者西医 其实那个方法有没有不同 如果一般人 就说 口眼挖掘 都会说 预防性于治疗 但如果你问他 一般来说 他会如何预防 即他如何预防 很明显 西医生就是打疫苗注射 现在是二十多三十多种 我想短短 两岁多之内 打成三十多种的针 我知道我小时候也有打 我小时候打是比较少很多 而且只有大一点才打 今时今日有什么病 如果他能够有疫苗 他就会用疫苗的方法 来做疫苗注射 不要说西医生 最近又是子宫颈癌症的疫苗 对不对 叫那些年轻的女孩 去打这些针 打了之后 他就会减低子宫癌的风险 最近也有报道 英国有1300个少女 因为打多这些针 有很大的副作用 好了 我们经常说来说 什么预防性于治疗 不过是 西医生就经常打针 你看到 现在西医生就打针 现在西医生就比以前更健康 我真的不像 现在的环境也比以前更差 现在的环境肯定比以前更好 起码是医食住住住 父母照顾心理方面都比以前更好 所以现在西医生就没有吃 为什么呢 在医疗环境、居住环境、教育环境 父母都比教育好一些 为什么西医生有这么多病 有时候在公园中 家长和家长之间讨论的话题 往往是说哪个医生好 哪个医生好 我一直听得多 小孩说 我要介绍这个医生 这个疑科医生怎么好 有一次好笑 我在山顶有个游乐场所 跟孩子玩 看到有个妈妈叫孩子跑步 那儿子很脱的 很瘦瘦瘦瘦 妈妈在那里 说你跑吧 我看到这个图片 很惨 很可怜 看到他们的话题 往往有时无疑之间 你留意听到他们 原来是说医疗的 就算成人也好 都是这样的 心肯是更加的 常常说你介绍我医生 哪个医生 医科医生好 那就是说 虽然我们的医疗环境 就是打了这么多针 现在10分仔可以这么说 80后的10分仔 80后的10分仔 80、90都有敏感 差不多 我差不多是89 起码 都有敏感的问题 那不要说最新的 那个磁闭症 对吧 157个有一个有磁闭症 现在数据可能 越来越增加 不知外国是这样 香港也是这样 中国也是这样 磁闭症越来越多 过度匯约的10分仔 对吧 10分仔是常常病 对吧 香港也可以调查 好像说 很多年前的了 10分仔每年去看 不知一半是每年去看 每年去看 起码每半年去看医生 大半以上的 有些是每两个月去看医生 真的有 整天都去看医生 很明显 现在我们打完这些疫苗注射 结果10分仔的体积 越来越差 其实原因很简单 周志祥我们也写了一本书 叫做免疫症危害健康 中文书就唯一这一本 绿色人参重书 周志祥把那些资料 收拾了之后 写了这本书 唯一的 中文书你要看疫苗问题 就选择这一本 但英文书有几十本 我手上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 打针会出现 令寿命的免疫能力失调 为何呢 婴儿早年的婴儿 他的免疫能力未曾健全 未曾稳定 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停地打这种病毒 细菌这种病毒 这种病毒 免疫会被刺激到 是乱闹的 而且越早打 问题越大 尤其是混合针 33 MMR DPD 这种很危险的针 加上针里面 有很多附加物质 比如水银 链 链 链 那类的东西 那些叫adjuvant 即是附加物质 希望加强 或者稳定疫苗 本身是一个很毒的东西 在外国已经证实了 这些免疫苗注射里面的水银 根本是一个毒性 是远超过政府认为是安全的水平 可以看到 现在这些免疫苗 因为打这种针 打到他的身体敏感了 乱闹 很多人经常都病 当然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 我经常是伤风的小孩 我说不要 他只是鼻敏感 因为伤风不会经常这样伤风 好了 预防剩余治疗 我现时的人的想法 就是打针 打针 打针 什么鬼有针 就去打的了 流感针 你看到 对不对 根本是从来没有证实有效的 而且效果是很低的 如果你打流感针 你不如去测太阳 或者吃维他命D 那个效果 外国有个研究 吃维他命D 比较流感针 维他命D的效果 是8倍打流感针 这么厉害 所以如果要简单 其实有更加好的方法 好了 大人什么叫做预防呢 很明显 大人定时进行身体检查 试检 女性叫做子宫抹颈检查 预防X方检查 男性就是男性 男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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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预防X方检查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美国有一间很大的 现疏公司 Prudential 做过一个25年的研究 他将几万个售保的人 一组的人 就叫他每年 你去做身体检查 现疏公司会付钱 你不用担心费用 现疏公司会付钱 另外一组几万的售保人员 他就说 你总之你有病 你就去看医生 现疏公司会给你 两组 一个是定期检查身体 一组是有病去看医生 25年之后 大家比较两组人 患病率和死亡率 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预防都没什么作用 就是经常做检查身体 结果你都是这样死的 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好了 这是一个实际的数字 Prudential Insurance 一个大型的研究 你如何去解释这个现象呢 很明显 现时所谓的检查方法 你找到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很尾期 例如癌症 很多人都找不到 一找到就尾期 经常都听过这些故事 对不对 好了 用这些方法 当你的器官或者酵素 已经是坏到出现病理性的程度 那个问题 已经可以这么说 已经不是早了 迟的了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 我也跟大家不断地说 西医对医病的能力 差不多是很少的 好了 你发现了之后 那你会医得好吗 也医不好而已 对不对 就算被你及早发现 你都不懂得医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解释到 完全可以解释得到 为什么患病率 和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你发现了之后 你都不懂得医 都是这样死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可以解释到 预防性治疗 是一个很大的慢点 好了 有人问 怎样叫有效的预防呢 在我们医疗的观点 我们自然医疗经常说 是增进健康 怎样optimize你的健康 即是如何加强 将健康保持一个高的状态 是 真正有效的预防呢 就是尽量以你所能所认识 将你的身体呢 是长延月累 保持一个极高的健康状态 是 即是不要等到 哎呀我受不了了 真是很差了 那才去医病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受得上捱得到 算了算了 我鼻塞了 算了算了 不用理他 很多时候这些人都是这样的 在功能性的病亚健康 他们是忍受住的 到病理性出现的时候 就太似的 真正的预防呢 就是呢 你尽量想办法呢 将你的身体呢 是长期保持一个极高的水准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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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保健 那如果你能够 即是保持到最高的状态呢 那你就算有足够的空间 如果有什么意外 或者其他的因素 你开始跌下来 那因为你平时的状态 是很高的状态 那所以有足够的 我叫做缓冲区 有足够的puffer 那所以呢 我认为呢 真正的预防呢 是将你的身体 是无时无刻 保持在一个极高的健康状态 这个就先叫做 真正有效的预防 就不是呢 就经常去做检查身体啊 打那些预防针啊 三分底的疫苗注射 这个绝对会很快破坏我们的健康的 嗯 那医生啊 其实呢 我们相信 我这个小市民 当然会认为政府 就是为我们服务 那会将纳税园的钱 将这些资源 平均地分配 好好去利用 那便相信他 帮我们选择那种医疗方法 就是西医 那其实是否真的 真的为我们服务呢 政府 很多时候呢 人家都不了解 我们什么叫政府 政府不是一个 有个智慧磁场的老人 看着这个档 就将资源公平地分配 大家都了解 政府是什么呢 是一帮政客 政治的团体的人 去增资资源 政府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政府不是说 那些人进入政府 都是一帮人去增利益的人 对不对 所以不要以为 他们会将你的资源 平均地分配 那应该是既得利益的人 要维持既得利益 那有一本书 叫做医疗黑手党 Medical Mafia 这位作者呢 是Chislaine Langtok 她也是一位西医 她也是因为推荣自然医疗 在加拿大 是被加拿大医学界 除了她牌 很多时候有些人说 哎呀 为什么这么好 为什么没有人去说呢 对呀 有人说 除牌 你就被人除牌 效果就是这样 我认识两个 写这些书 都是同样的遭遇 因为她推荣 她认为 然后有另外医疗的选择 她做这件事就被人除牌 其实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冲突 就是因为她是 淺作怪 淺作怪 是的 她不能够让行内人 有些異议的声音出现 对不对 很多时候医疗广告 为什么医学界有很多专业团体 不让行内人自己做广告呢 其实她也不想将自己的恶性竞争 不想将自己的坏东西被人养出去 其实是用一个牌照来控制她 大家要一致的 对外一致的 如果任何的医生 或者律师 他想说一些 对他整体行内的利益有矛盾 他一定将它劈走 或者原医生 你之前所说的那些法例去管制 没错了 表面就是为保护大众的利益 其实背后就是保护他们的专利 其实医疗界也是一式一样的 这本书叫《Medical Mafia》 我们翻译到医疗黑手党 其实那本书也提及 谁控制我们呢 其实背后背后 他说 一个黑手党里面 有个成员 就是跨国公司 大药厂 他也控制政府 政府的高官都是常看外国 背后就是看世界卫生组织 也有学院 有研疏公司 以及不同的医疗 医疗传织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 他们的组织是这样走出来的 再上面呢 就是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 和世界的银行家 这班人就控制我们的跨国公司 我们的政府 对上面的人 就是 一般人都想着 为什么我要这样 因为我要服从权威 一般我们教育都是这样的 整个教育制度 都是训练我们要服从权威 上面的权威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最后呢 就是 银行家 控制我们的跨国企业 世卫组织 那世卫组织 后面呢 都是大的银行家的钱 控制他们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 很多人都是不了解 我们整个地球的结构 是这样形成的 出现了这类的问题 很多人呢 一般人呢 都是这样 相信权威 相信世卫所说的东西 其实世卫背后都是 都是药厂控制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 作为政府 政府 背后呢 其实根本到 资源分配 都不是公平 它都不会为你的利益 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说 有些人说 很怕政治 很骚髒 很黑暗 但有时候呢 这件事你就不能不参与 因为你不理 就会被别人控制你 所以呢 这个 就是香港人呢 开始都要这方面 要醒觉一下 好了 那么 那么 其中有本书 Sweet Misery Poison War 是讲糖的 讲那个sugar industry 和食物各方面 如何控制 是 还有呢 我们有很多基因食物 那现在我们 现在他们不单是 药物那方面 医疗方面 在我们食物那方面 都用这种手法 来控制我们食物的来源 嗯 那就是它有些基因 那些 改造的种子 它不会自己繁殖 是 你看到呢 是大陆已经中了招 很多那些棉花的种子 是 是自己不会繁殖的 哦 已经变成了 你要依靠那些 那些种子公司 那些大企业 给你那些种子 那它不单是要医疗方面 就是食物的来源都控制那些 都很可怕 谢谢 另外医生 其实呢 我们经常想 每一个医生 无论中医好西医好 其实都会为病人着想 想尽很多方法 应该是令病人早日康复才是 那其实是真的呢 经常有一种说法 医者父母心 我相信读医的人 都不是有心去害人的 但问题呢 他们所学的东西 是有限严的 始终呢 他们的教育方面 是令到他们 是对很多其他东西 是很不认识的 那我上次都给了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我说 就是我遇到一个医生 那他呢 就是 帮人筹之前 在废诗子会 其他会 筹之前 就帮助那些人洗神 是 因为洗神很贵 那洗神 都不会洗得好 总之你就捱多几年 但是始终有些人捱多几年 也好 有些人连那些钱都饿了 那他就很好心 一个很nice的人 很obvious 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好的事 是 我记得 他就很自豪地说 他怎样去做这件事 结果呢 我就问了 你知不知道 在坊间 和在网上 存留一种很简单的工具 是用荔枝核 白粒荔枝核 打碎它 用猪腰来煮 煮好之后 翌日 就用来喝那些汤 令到那些人不用洗神 我以为他会很开心 是的 open mind 他就说 这东西我们怎样可以用 这东西 我不会让我病人用这东西 我说第一 有没有机会有副作用 肯定是不会有这些副作用 我说食物来的 最多荔枝核 就粗糙一点 对不对 但和你的洗神比 这个便宜很多 他说 试也不会试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教育 令到他封闭了 他认为一定要有科学 鑑定过 引证过 我心想 洗神是否可以医好人 是不可能医好人的 只不过拳斜 可以舒缓一下人 让他多熬多几年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一种方法 是可以便宜的 当然是大家都控制 大家不是根治 那其实 你有一种方法 令到他不用洗神 就算长期吃这些食物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控制他 远远比你用洗神 但他完全不会做的 为什么呢 他们的教育问题 他们的教育 是令到他们不开放 和闭失了 有一套书叫医疗毒行者 还没翻译 叫medical maverick 那一位医生是西医社的 这两本书是说了医学史上 所有的人 当他发现新的工具 新的方法 是非常之有效的方法 在早期一定被人排擠 你知道了 Samuel原来这位医生 他发现在苦产科里面 早期很多那些苦人 在怀孕 在分娩的时间 常常都感染了一些病 死亡的30%死亡 是30%的 这位Samuel 他是澳洲医生 澳洲医生 澳洲医生 他发现到 原来当时医学界的医生 是不洗手的 就是没有洗手的习惯 往往去染防 或者去病人 做到手术之后 他就血腥腥腥的手 他就去折身 他看到的关系 他怎么知道呢 原来他知道 在乡下里面 折身婆 死亡率没有那么高 没有这些问题 他观察到分别 折身婆 就不用去解剖 不用去剃死尸 不用去做其他的医疗 所以他们是干净很多 会经常洗手 做干净才去处理分娩的过程 所以問題是因为医生不肯洗手 然后我就建议医生可以洗手 Yale 最后还把病人接触到某人 结果死亡率就下跌了什麽 结果那些医生有 crow 他们不愿意 他认为,怎么搞错,要我们洗手 要伤害我们的尊严 要听你的屁股,要跟那些未婿的做法 结果他又不愿意听 结果又是照样子,好像以前那样 那个妇女的死亡率一直升到30% Ignus Samuels,一个有良知的医生 结果是死在精神病院里面的 因为他的伤心度 明明是可以帮到你的 其实我的医学史上是充满这些例子 差不多每一个新的方法 当时是被当权的医学界排斥 来踩他们 原来是这样 所以问题是他们的教育 我不觉得他们真是恰心 但始终我们无法脱离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只是洗脑 整个教育组织不断和我们去洗脑 所以大部分人是脱离不到的 医生 其实关于食物发展 可否再详细说多一点 关于这方面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 我常常提出这个 叫Codex Elementarius 因为最近控制我们的背后 其实用Codex Elementarius 在欧洲是在做很多东西 其中部署表面是食物 即是我们将全世界的食物有一个标准 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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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全世界维生组组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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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的高官在医学界盲目地跟随 当然他们以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 最可悲的是愚昧的人做的事 其实是伤天害你的事 他自己都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所以我经常说教育很重要 在我的政綱里面我也提及 第一 我要教好人健康 如果人健康的话 心身精神都是健康的 起码不会自私自利 会减少一点 第二就是我们教育 如果正确的教育 是令我们不会盲信权威的 但今时今日我们教育的货材 全部都是叫我们盲信权威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 一个很大的弊端 将来我们在电台另外的节目 我们会和大家讨论一下 医疗改革 在今次我都很详细和大家分享过 他主要是用个人的医疗保险金 医疗保险金 我觉得如果实行这个方案 医疗的问题 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因为大家有动机去保护自己的健康 大家有动机不会去滥用的资源 大家有动机去寻找最好的医疗方法 健康医疗的问题是可以彻底解决得到的 好多谢余医生 其实知道天气都快要尊冬了 大家都小心身体 不要着凉了 还有明天就是圣诞节 我和余医生在这里 都祝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多谢大家收听 下星期再见 拜拜 by bwd6